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 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声乐技巧的第四十六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唱高音如何预备我们的烟壁能力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 你要向狮子大开口一口往下摇 或者是啃苹果的感受 特别是你烟壁能力 那个能力一摇过去用上软额的力量 那我们今天如何来获得它 如何来训练 好 我们总结上一讲 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讲讲的是通道 你在通道的建立 一定要建立在前面的通道的基础上 隔击打起来 你的猴卫 你的内口这个哈欠 练好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一定要 找到猴卫和你的软额部分 拉伸的力量 它是个延伸 一个是往下 一个是往上 它有这样的拉扯 这样一个力量 你有了这个力量 以这个软额当中 才有这个往下咬合的能力 好 那我们呢 接下来呢 就要讲到 那你如何来训练它 零开始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在转身区和高身区去找这个感觉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养成习惯的时候 你老是在高音当中才去找它 你完全使不上进 我个人建议呢 你一定要在自然身区先去找它 在自然身区里面 好 我们可以把那个 科 阿 伊 打开一点 特别是科 开 我们有个 索多 索米多 好 成绩上一讲 一定要记得 腰 扩出去 这里打开 你的 这个哈欠部分的打开 我们可以练一个 开开 开开开 开开开 你找这个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受到 你的软饿 有一个劲 是往下的感受 如果这个音你感觉还不够准确 你可以再低一点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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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直感受到就在那个软饿 下去 开开 好 找这个感受 那当你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再逐渐往上 再转身区 好 还是一样 保持住 兴奋这里 保持 啊 保持 哈欠状态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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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 一下去 可以咬下去了 逐渐 往上升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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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的转身区 你可以再逐渐往上升 还是一样保持住 但是你这个时候越往高音走 你的兴奋度越兴奋 相对的说你的吸气不要洗那么之前的多 相反的呢就稍微少一点的吸气 一定要确保这里稳定住 保持 好 毫不费劲 你感受到 咬下去 那再往上高音一点 我这个感觉 就像那个狮子 啊 一口下去 像啃苹果一口下去的感觉 开开 我们再上 吃音 还是一样的 你看 那个感受 气息少一点 脸 保持住 兴奋这里 一口下去 开开 开开开 开开 开开开 好 你看 下去 你也感受到这个 有这个软热 一口咬下去的感觉 那么 好 我们直接走个嗨C 就是用这个哈线当中 一口下去的感觉 一定要感受是一口下去 你用的呢 特别是到这个嗨C极限音的时候 一下去的时候 就是咬住那个咬合的能力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从基础自然声区逐渐到转声区 然后再到高声区 一口下去 要有咬合这个力量 你前面的机能 你的背静 腰静 保持住你的哈线一口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使上镜 那如果你开始就要很高的音 你没办法 你的机能没有达到 这就是要循序 渐进的走 今天就是我与您一起分享的 就是在唱高音的时候 用烟壁往下咬下去的感受 来去唱这个高音 它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在你的烟壁上软胺的能力去咬它 这个高音 好的 今天就是我与您一起分享的 高音中的烟壁能力的训练 好 我们期待下一讲再见 好 拜拜 by bwd6